全球各大知名的可樂酒類大廠致力於全新的紙瓶革命 紛紛投入開發紙質的瓶身 來取代原有的塑膠瓶以及玻璃瓶 轉開瓶子痛快暢飲 全球知名可樂大廠紅白香鮮塑膠瓶身 已經成了代表象徵 但隨著環保意識抬頭 各大飲料和酒類品牌 紛紛朝向減速或無速發展 未來的可樂可能長這樣 簡潔優雅的純白瓶身其實是用紙做的 這是和丹麥紙瓶公司合作 花了七年時間研發出來 瓶身外部是牢牢壓縮的超強力紙纖維材質 紙瓶內部為了怕可樂味道跑掉 還是放了一層薄薄的植物性塑膠 螺絲瓶蓋也還是使用塑膠材質 但未來預計2030年要實現全面無塑膠的終極計畫 目前這款紙類瓶身 將會先用在另一款營養飲料上 測試是否能夠通過顛簸的物流考驗 不止可樂 其實全球許多酒類公司 都積極想從玻璃瓶變紙瓶 從啤酒到威士忌甚至是福特加 眾多酒類公司陸續開發限量版紙類酒瓶 雖然玻璃瓶比起塑膠已經算是可回收重複使用的材質 但玻璃瓶的重量在運送過程中卻會消耗大量能量 若能改成紙瓶就能有效減少碳足跡 為地球多盡一份心力 記者綜合報導